手麻 脚麻 警惕你身体 气血出了问题 有一些朋友年纪轻轻就常常感觉自己手指胳膊肩膀小腿发麻 麻的严重了甚至连动都动不了 平时手脚力气也不是很大 又沉又重甚至都懒得活动 但是不管是推拿按摩理疗还是吃回血话语通络的药物 通通都没有效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来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们手脚发麻最常见的原因有四种 第一种是糖尿病导致 这类患者血糖偏高 第二种是颈椎压迫 这类患者一般颈不有明显不适 第三种是体内有淤血所致 这类患者一般有心脑血管疾病 第四种是气血虚弱所致 这类人常伴有头晕眼花 脸色苍白精神不振浑身无力 而年轻人出现手脚麻木 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劳累 睡眠不足 经常熬夜 饮食不节 耗生气血导致身体气血不足 不能荣养四肢经络所致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及时补足身体缺乏的气血 让生成的气血能够顺利抵达四肢 去荣养四肢经络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就要解决了 谢谢观看